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成立电竞学程两年 过去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为了培育电竞产业多元人才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携手四家知名的厂商 包含了SEGA、华硕电脑、台湾电竞联盟、狼鼓娱乐 举行了产学签约即电竞馆开幕剪彩仪式 电竞学程已培育三名大学生被电竞职业队向重 在毕业前就提早被研览成为职业选手 全球刮起电竞热潮 预估在2019年全球电竞产业产值将高达10亿美元 而台北城市科技大学过去两年 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电竞学程已经培育了三名大学生 被电竞职业队向重 毕业前提早进入成为职业选手 也因此成功吸引知名厂商 包括了SEGA、华硕电脑、台湾电竞联盟 阮谷娱乐在昨天签署产学合作 我们赤字的将近上千万 千万上下的一个资金进来 我们把所有的设备都买齐了 包括了所谓的电竞比赛用的电脑 还有最主要是幕后的包括了OV机 包括了导播机 包括了摄影机 包括了所谓的字卡机 音效、灯光 那包括在旁边的一个所谓的赛名主播室 所有的设备我们全部都买齐了 城市科技大学电通系表示 电竞学程成立两年校队城市昌英队 勇夺首届的LSC校园联赛冠军 接着又打败两岸的清华大学等校 拿下了海峡两岸学生电子竞技大赛冠军 学生接地气的表现成功让三名大二学生 廖嘉欣、陈伯瀚、詹亦炫 被电竞职业队向重 签约到职业队当中 攀升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高峰 因为当初就是想要当选手 然后那时候打比赛就遇到主任 他就说这边有很好的平台 让我们发展 然后我就学到蛮多东西了 大家都会配合起来 就不像是一个人在打 是五个人一起在玩游戏 本来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可以把它当成一份工作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在RUN的一门课程 叫做赛事企划跟节目制作 那这门课比较特殊的是 我们每年12月底 都会办理场全国高中职的电竞大赛 那就是由这个班的学生 从9月开始写企划书 开始做报名的动作 开始做执行的一个赛事的一个动作 为了培育电竞产业多元人才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携手四家知名厂商 举行产学合作 即电竞馆开幕剪彩仪式 而代表官方的新北市教育局 也出席共同见证 而校方表示 电竞产业需要的人才多元 最主要就是希望拓展学生 未来的就业基石 除了电竞选手受到关注之外 更重要的是 撑起产业链的各项人才 包括了游戏开发与行销 电竞硬体设计 还有举办赛事的规划专业等等 打造城市科大 成为电竞产业的人才培养中心 记者许多人应该是采访报道